康轩文教集团董事长李万吉遭主管家属爆料 5号从中国洽工返台之后 没有遵守14天居家检疫的规定 隔天不止擅自外出运动 7号还进总公司开会 甚至对在场的员工说 在中国做很多次的检测没有问题 你们不要检举就没事 事情爆发之后 李万吉也透过公司发声明致歉 坦诚确实打算先处理完工事再进行隔离 而新北市卫生局的裁决结果 也出炉开罚50万元 也将李万吉送往集中检疫所 骑车慢跑铁人三项通通难不倒 年过60的康轩文教集团董事长李万吉 经营教育事业也热爱运动 却被员工家属爆料 在居家检疫期间爬爬走 完全无视防疫规定 新北市卫生局火速裁罚50万元 综合考量它这个外出的次数 时间以及地点 还有它未戴口罩的这个风险状况 那时候我们一线有的市政 我们会对它裁除50万元 卫生局追查发现 李万吉5号从中国洽工返台后 6号先是出门骑自行车和游泳 7号又到新店总公司开会 连续两天私自外出超过两小时 因此单次各罚20万 加上过程中没戴口罩 考量其他风险状况再罚10万 员工家属跟爆料 开会当时出席人数约有10多人 但李万吉却说 在中国做很多次检测没问题 甚至对在场员工表示 你们不要检举就没事 最后人被警方查到有外出记录 有可能是他进来的时候 因为他的手机或许他没有启动 或者是他未带出去 那所以这个部分以至于说 没有在第一时间就发现 事情曝光后 李万吉透过公司发表声明回应 表示因为恰功近两个月 总部有许多重大政策代办 回台后想利用前两天处理好之后 再安心完成居家检疫 谈言做了不好示范 感到十分抱歉 会尊重卫生单位处理决定 但身为中小学教科书龙头负责人 却带头违规 难免引发外界讨论 这陈子凡林新新北市报道